这位小三真的是异想天开啊 他想要怀孕生下男朋友的小孩 居然就拎着装有男友精子的保险套 到医院要求来做试管婴儿 他想说这样子就可以来继承情夫的事业了 不过一是一看 你身份证根本是配偶然是空白的 你是人家小三还想生小孩 那根本是与法不合 所以拒绝了 妇产科监视器拍下的妇人和朋友 一起走进门诊挂号 一进入诊间 妇人立即从包包里拿出了保险套 向医师表明希望做个试管婴儿 我直接拿精液过来 就放在保险套里面啊 先生都没有来过这样子 这样真的很夸张 他拿精液来 他就说他要做职 就是人工的发明做职入啊 医师直觉不对劲 追问妇人丈夫身份 但是妇人谎称 先生是公司的大老板 没有空亲自到医院 在要求查看身份证之后 却发现配偶然空白 怀疑求子的目的不单纯 人工生殖法一定是要合法的夫妻 来确保 这个四团宝宝生下来是 有父有母 妇人坦诚 男友的原配不孕 想替情夫生个孩子继承事业 但这不但违反了人工生殖法 即使对方同意 几率还是不高 因为精子在常文下的寿命 只有两个小时 妇人一想天开 想生个摇钱娃娃 还是无法遗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